他声音回道,立刻让四周一片安静,林海龙愣横一声。 这种丹方,我丹东一脉,不要。 几乎是林海龙话语刚刚落下,金寒宗的唐氏仓干咳一声,从怀里取出了一个丹瓶。 此丹瓶似原本灰色,可上面却有不少黑点儿,更有一股沧桑岁月之感从上浮现,仿佛久不见天日,埋葬了悠久。 上古道丹,一枚宁骑十层出神丹。 唐氏仓说完,不再言辞。 可他这一句话,却是瞬间就吸引了丹东一脉所有丹尸的目光。 琪琪看向了丹瓶,尤其是安在海,更是双目猛的一缩。 就连林海龙也是心神一阵。 宁骑十层那是传说之境,传说换天之后,再无时程之路。 至于这出神丹,是上古丹道之修,感应天地变化,炼之出了,续接远古之路,让人有机会重新踏入宁骑十层的丹药。 只是可惜,这丹药在上古时就极为罕见,且也并非完全有效。 可不管如何,这出神丹,若能研究一下,对如今的丹道之修,好处之大,难以形容。 金汉宗拿出此丹,可见有备而来。 这枚出神丹,保存还算完整,以此丹,欲与林师兄赌尾吧。 你,接还是不接? 山九淡淡开口,声音不及不虚,可落入林海龙耳中,却是化作了一股压迫。 接还是不接? 此事是个问题,若接,则一旦无法炼制出那小娃,能咬不碎之丹,则今日之事变成笑柄,可若不接,则明显是必战。 若是斗法也就罢了,可斗丹,且对方只出一个助击小娃。 林海龙没有选择,这一战不能不接。 金寒宗显然是预料到了这一点,过而这一次到来,可以说极为隆重。 就是要将此事做实,使得丹东一脉,必须要占。 安在海,面色难看,望了一眼林海龙,二人相互看了看,都看出了彼此目中的为难。 正因对方只派出一个助击小娃,而且是要咬不碎为平。 若丹东一脉出了子卢大师,则就算是赢了,也是输了。 哪怕是主卢也都不能出现,地位不匹配,赢也是输,而若输,则是丢人欠眼。 吴丁秋也皱起眉头,就在这几人沉默之时,小胖在那里精神抖擞地迈出几步,站在了山九身边,取出了一块零食,放在嘴里嘎巴嘎巴地咬碎。 看着丹东一脉的丹尸,咧嘴一笑后,又取出一把飞剑,开始了磨牙,似乎想要把牙齿磨得再锋利一些。 这一幕看得丹东一脉之人,大都是目瞪口呆,倒吸口气。 这是什么呀? 这胖子,我听说过,据说,他的那口牙可以咬碎飞剑呢。 在这四周低声议论时,孟浩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。 他看着此刻得意洋洋的小胖子,尤其是那闪闪发光的牙齿,内心也有感慨。 毕竟当年在靠山宗时,还是孟浩这里提醒小胖子要多多修行齐牙。 看到小胖子咬碎灵石的一幕,林海龙与安在海二人,面色更为难看,皱起了眉头。 此事不接是不可能,但接了的话,除非是进千丹尸里,有人成功。 这才是身份匹配完胜,如果换了主炉参与,则很不适合。 况且,主炉若真的输了,此事对于丹东一脉实在难看,可若丹师输了,则轻微很多。 还请紫韵宗给一个答复。 金含宗护法唐氏仓,笑着说道。 安在海皱着眉,目光扫过丹东一脉的丹师,忽然凝聚在了孟浩身上。 虽说只是一扫,但他毕竟调查过孟浩,此刻一眼就认出。 左道之丹,主炉不屑去练。 丹东一脉,丹师千人,自可练出这种丹药。 安在海突然开口,一旁的林海龙内心一震,他正琢磨如何避开此事。 听到安在海这般话语,内心一动,微微点头。 李涛,你来练。 林海龙的目光落在了孟浩身边的李涛身上,至于孟浩这里,已然被他忽略。 李涛双眼一鸣,深吸口气,迈诸后向着林安二人一抱拳。 至于紫气一脉的吴丁秋等人,他李涛身为丹东一脉丹师,不败也可。 送你地火镜,加速练出。 林海龙望着李涛,如看晚辈的目光,带着赞赏。 他关注李涛也不久,之前的拍单,李涛这里虽说被丹顶盖去了光芒,但在这林海龙看去,丹顶神秘。 而这李涛虽远远不如,可却是一个苗子。 话语间,林海龙大袖一甩,飞出了一块紫色的金石。 这金石一落地,顿时青石板仿佛要融化。 一股地火高温刹那浮现,李涛略以沉吟,取出丹炉药草,立刻炼制。 有着地火镜的帮助,加快了炼制的时间,立涛也有意地催化炼丹速度,也就是两炉箱的时间,丹炉轰凝,一枚白色的丹药刹那飞出。 这丹药,使立涛凝聚了数百种坚硬的药草搭配而出。 虽说炼制时间短暂,可却已是他此刻能发挥的最大程度。 他有自信,就算是猛虎咬下,也都会崩了牙。 丹药一出,李涛看都不看,一甩之下,此丹直奔小胖子。 被小胖子抓住后,干咳一声,被四周之羞,万众瞩目中,直接放在了嘴里。 用牙咔嚓一咬,丹药直接粉碎。 就这破玩意儿,拿来抹牙都不行。 小胖子一脸不屑,将满嘴的丹药吐了出来,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。 林海龙面色难看,又指了几个丹师出来,一一练丹,可每一个练制出来的都被小胖子轻而易举地直接咬碎,连连吐出时,言辞更有嚣张。 哎呀,小爷这口牙啊,想找一个咬不动的丹药实在是太难了,人生寂寞呀,你们谁有本事,赶紧练一个让我咬不动的。 小胖子越加得意,他之前在丹胎中就有一肚子气,此刻发泄出来,暗自舒爽。 林海龙面色越加难看,右手默然抬起,在桌子上一拍。 丹东一脉丹师,谁能练之初,让这黄口小娃咬不碎的丹药,老夫做主,即将其晋升为主炉。 林海龙看到山九那面无表情的样子,内心暗怒,此刻默然开口,话语传出回荡此山。 就算是山下的丹师,也大都听闻,一个个纷纷愣了一下后,双眼瞬间露出了精芒。 就算是孟昊这里,也都刹那双眼收缩,猛地看向林海龙,心脏都加速跳动。 丹师晋升主炉,极为严格,除非特殊晋升,否则的话,需一甲子年,丹师身份,助其修为,而且要数千种丹药全部都炼制出来,且每一种不得少于五成草木药效。 最重要的是,对于宗门的丹药上角,需达到千万以上,方可具备资格。 但只具备资格还不够,最终还需要所有的主炉丹师认可。 唯有当所有主炉都认可之人,最终才能晋升成为主炉。 而一旦最终晋升者并非唯一,还需进行更为严格的单比,如此最终才可选出一人,成为主炉丹师。 孟浩之前也曾想过主炉,甚至打算以丹顶大师的身份来换取一个主炉。 不过此事还需斟酌,故而始终在迟疑。 如今听到林海龙的话语,他立刻深吸口气,双目光芒瞬间大亮。 此事对他而言是一次百年难逢的机会。 带着一样心思的丹师不少,此刻一个个都呼吸急促。 这样的机会若能抓住,直接晋升为主炉,则从此丹道之门大开。 哪怕这样的主炉注定了不会被其他主炉认可,注定了一旦成功甚至将会被人轻视,风言风语不少。 可这毕竟是一个极难遇到的良机。 哪怕本身不具备主炉的资格,可一旦成为主炉,接触到其他炼制方法,宗门内有不少只对主炉开放的草木搭配的秘方。 这些足以让一个丹师突飞猛进。 只不过,或许此生都无法自创出草木搭配,可哪怕是这样,以主炉的尊高,也还是足以让大多数的丹师为之疯狂。 而这样的话语是从林海龙口中说出,以其在宗门内子卢最老资格,半部大师的身份,无人不信。 小胖子啊,不是兄弟为难你,实在是这一次的机会,我势在必得。 孟浩深吸口气,看了一眼此刻还在得意的小胖子,有些愧疚的内心暗道。 几乎就在林海龙声音传出的一瞬,山顶下所有来到这里的丹师一个个呼吸急促,双目露出精猛。 极客晋升主炉这六个字,对所有丹师而言都是一场绝佳的造化。 这造化能否获得,不说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,但也差不了多少。 这是机会,若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,亦非冲天不在话下。 一个个丹师瞬间冲出,放眼看去,数百丹师及时间从山底直奔山顶而去。 此刻在这广场上,就连山九也没有预料到,林海龙能说出这般话语。 双目不由的一说,以他对这林海龙的了解,此人绝不会无端开口。 这般话语定有深意在内。 略一思索,山九忽然双目站出了精猛。 莫非他是要逼出那位丹顶大师? 带着同样心思的还有楚玉焉以及其旁十多个主炉丹师,一个个都目光闪耀,更有期待。 至于安在海那里,他嘴角露出一抹微笑,似有若无地扫了梦号那里一眼。 对于林海龙如此话语,他心知肚明。 只不过,如今这丹东一脉,除了丹鬼大师外,唯有他安在海知晓,真正的丹顶是谁。 可此事,他自然不会去宣传。 丹鬼大师的态度模糊,可那三个不可, 却是如禁令,使得安在海对任何人都丝毫不提丹顶二字。 随着一个个丹东一脉的丹师到来,小胖子那里得意洋洋,拿着飞溅磨牙,那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 使得其得意的表情,隐隐透出了嚣张。 来来来,小爷的牙都痒了,你们若有本事,最好练一个能将小爷的牙都咬崩的丹药。 若有人练出啊,从此小爷看到他,叫他爷。 小胖子嚣张地开口,话语传出时,此刻山顶上的数百丹师立刻有人迈步走出, 向着林海龙与安在海一抱拳,立刻开始了炼丹。 不只是一人炼丹,此刻约莫有七八个丹师都在走出后开始了炼丹。 此地众人目光看去,这七八个丹师一个个神色凝重, 药木在手变化之多让人眼花缭乱。 时间不长,随着一粒粒丹药的飞出直奔小胖子而去。 这些丹药均都是这七八个丹师精心炼制,带着一定的自信。 可眼看丹药落在了小胖子手里,小胖子打了个哈欠, 就一把扔在了嘴里,嘎吱嘎吱的声音如钻入那七八个丹师的心中, 使得这七八人面色立刻极为难看。 呸呸呸。 小胖子张口一吐,就把咬碎的丹药都吐了出来。 还有谁? 小胖子更为得意,大声喊道, 一副天上地下唯我鸭尊的气势,悠然而起。 随着那七八个丹师面色难看, 其他原本打算跃跃欲试之人, 也纷纷心底骇然, 暗自都在打亮小胖子的牙。 在他们看去, 这小胖子哪里是牙, 这分明是无数把利剑摘口, 一切丹药只要是入口, 就顿时被咬得粉碎。 还有谁? 小胖子眼看无人答话, 也再没人出来炼丹, 更为嚣张, 直接从储物袋内拿出大把零食, 当着所有人的面, 直接放在了嘴里嘎巴嘎巴地咬碎。 这一幕, 看得四周丹师纷纷倒吸口气。 一些本来好不容易鼓起勇气, 暗自琢磨出丹方, 准备尝试之人, 在看到这一幕后, 立刻收回准备迈出的脚步。 这完全就是一个妖孽, 居然长了这么一口牙, 什么丹药能不被他咬碎呀? 该死的, 这胖子莫非从出生开始就一直休牙呀, 否则的话, 怎么能如此锋利? 这哪里还是修士, 这分明是个凶兽啊! 他不怕哪一天一口没咬对, 直接把自己的舌头咬掉, 竟生吞零食, 他是什么肚子也能消化。 四周的丹师一个个内心负义, 看向小胖子的目光带着不善, 更有暗叹, 知晓这一次的造化, 怕是与自己无缘了。